《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歡迎來到《山山來馳》 我是節目主持人方國山 我身邊就是專業動力的青年主任林志遠 志遠你好 你好 歡迎你再上來 其實RTV的接觸面很闊 我看到很多青年人下載 你有朋友上去看嗎? 也有的 也不少 是的 其實就算不是on air 我們現在即時轉播 其實都可以在網後的日子 在上網上下載下來去聽 或者可能只這樣聽 亦都可以如果有時間坐在電腦前面 亦都可以回覆 其實都頗好 是的 後面很多 點擊率越來越高 漸漸上升 今天有個很好的新聞 你知道志遠你是哪間大學? 我是科技大學的 你真厲害 今天全香港計算 你們排名首榜 龍虎榜 你們已經超越了 那麼多間大學之中 你超越了香港大學 今年為何有這麼厲害? 為何這麼厲害? 其實普遍來說排名高 都是因為可能都是商學院 因為某個課程 可能國際排名比較高 所以從而可能會比較好 但其實認真說 科大學有很多學術的研究 其實不太差 尤其是在工程方面都頗好 所以我想這也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聽說今年除了工商業之外 工商的學科之外 其實最主要是科研方面 是的 即化工 我自己讀化學出身的 聽說這也是陳凡昌 我沒記錯過 陳凡昌現在是校長 他主動推動這方面 還有我相信校長的國際視野都高 很廣闊 我早前亦都在一些講座活動裏面見到他 那麼 朝著國際視野比較寬 其實你要在世界排名高 其實你跟其他外國的院校 接觸以至其他不同的社會機構 或者以至正商界的接觸 其實這個擴闊的視野 都會帶動到學院的認知 以至對你的認受性 尤其是因為早前中國的智囊社科院 就說香港缺乏一些科研 是的 其實這方面尤其是 其實很適宜去做 因為香港其實 不是說沒有人才 真的有人才 但只不過 可能有很多時候 就像我的同學一樣 就算畢業出來 都未必會做回 在那一行業的事 其實有點可惜 是的 不過我想這件事 譬如說 科研的研究 你這樣摸口飛 你無論如何都要 沒有資金就搞不定 你真的好像昨天 我看見溫家寶眾理 你去到日本去考察 或者去給意見的時候 他也帶了錢 首先捐一千萬 給你做核電的研究 因為其實大家 一個同處於一個地球村 可能無論中國、日本、韓國 你這三地其實也很緊扣 沒錯 唇寒、恥亡 你不可以 其實核能流過來 也會影響到中國的北方 是的 那邊影響 尤其是大一點 因為距離真的 也挺近的 是的 最近哪裡 如果你說以福島對面 最近 應該是東北三省 或者是上海那邊 我想那邊會比較近 是的 所以我想今次 就算你總理 溫家寶也好 你都希望在科研方面 也帶出一個 帶出我們中國人對日本的關心 兼且帶份禮 在科研也要花點錢 這件事真是無才不幸 但是我也在這裡恭喜科研大學 我還記得除了科研方面之外 其實我前年 應該前年我做了一個辯論比賽 科研大學也拿了冠軍 所以我自己也不是偏不偏心 但是我自己 因為自己也是西貢區議會 附下自己有一間出名的大學 而他們一直 無論在文科 或者理科那方面 甚至雙科那方面 都有一些結出的表現 其實都很引以為榮 我希望全香港 不單止我們九大院校 更加希望 無論名愛 也希望再升格為一個 天主教大學 或者其他相關的院校 都能夠繼續 可以擴闊多些教育的機會 給我們的大學生 香港人 變成在教育方面不升 香港的競爭力 必然會有倒退 就像最近最熱的新聞 說一說 今天我們回到我們的主題 今天我們想說 香港土地的發展政策 其實致遠你搜集了很多資料 首先最近這個新聞 為何源自有這樣的討論 就是最近在發展局的常任秘書長 有公開討論過 關於香港土地的使用 當然全香港市民都知道 土地的使用 現在其實是非常短缺的 亦都在我們的城市規劃裏面 其實訂立了很多不能發展的地方 或者可以興建的地方 其實都極為有限 他們就考慮了在填海 他們覺得今時今日在填海方面 和岩洞開發方面 在這兩個主題 大家一定要坐下來討論 所以引致我們最近也有一個熱話 討論究竟香港的土地發展 政策應該怎樣做 致遠你看完 慧智誠常任秘書長說的話之後 你自己有甚麼看法 我自己覺得 因為其實過往 自從剛剛經濟七八十年代 經濟開始飛飛 甚至更早 就是六十年代開始 香港其實都是以填海來增加土地 可能有些老一輩的人都知道 就是基本上灣仔 黃河大道東 其實再出一點就已經是海 或者上環 其實黃河大道中再出一點 都已經是海來 其實我們看得到 其實填海的地是真的很多 很厲害 當中也帶來了很多工商業的發展 亦都有 你也知道上環 中環那些 完全是現在的核心地段 其實以將來來看 是否需要一定以填海來看呢 其實我相信是兩體的 適當地是必然需要 可能是需要的 但其實如何用回現在固有的土地 如何善用現在固有的土地 也是整個討論的重點 這是很大的爭拗 剛才致遠你說過 就說是中上環 我自己疑時在那裡頭大 我自己住過永樂街 永樂街就全部填出來 我記得好像荷里活到下一點 就已經是海來 可能低一點 低一點去到再出一點 對 黃河大道已經填出來 香港大家很關注維港 維港現在我們有個 保護海港協會的條例 保護海港條例 去保護維多利亞港 我相信上一輩的老人家 以至現代的青年人 都非常關注維多利亞港 這個不應該再填 我相信是大的方向 大家都有關心 甚至早前 我記得徐家臣博士 他們的保護維港協會主席 他亦都很關注這個方向 但是當然 他跟政府在保護維港 大家亦都有一個很大的爭拗 一拖就拖了六、七年 直到最近就住沙中線 在我們近住金鐘那邊 如何去完善工程 徐先生就放手了 肯讓步 大家可以再繼續在工程上 在一個暫緩填海的工程 但不是永久的 而令到沙中線在金鐘站那段 能夠可以落實 當然這件事對於在新界東北來說 很多希望能夠盡快落實沙中線的一個大方向 居民是極為之盼望盡快落實沙中線 但是我們亦都很關注維港的填海 大佬變了一條窄的搶道 現在變得是 亦都是 亦都是水流已經變了 很大問題 所以很多海岸線或一些原有的海藏面貌 亦都變了 這亦是很大的可惜 但你說怎樣去研究究竟應不應該填海 和哪些地方 現在好像我們將溫澳都填了很多海 我記得將溫澳在坑口 其實以前是一個區 坑口一個區 外面已經是海水 坑口整個東廣城 以至厚德區全部 去到半建川海邊 或者整個日出康城 寶林 全部都是田的 亦都是 我記得九幾年 就是因為填海太急 起樓又要太快 早前八萬五 有人說 你罵我也是那句 不罵我 八萬五也是那句 實事求是 填海之後 又起了很多樓 亦都有沉降的情況 當時九十年代我還記得 是呀 我很小的時候 庫寧花園面對沉降 整座樓 下面的地基結構 那些東西是坐下了 有幾呎 折扣的 其實很多地基結構有影響 所以填海有利有弊 但正如剛才志願你所說 你也有很多住屋的需求 或者我們中上環的一些商業元素 亦都帶來了我們一些商機 是 你說如果在這個爭拗點 亦都有人說 與其是要需要大量填海 有些地方值得 即以往我們已經填了 但為何不在現有我們一些土地 固有的土地上考慮呢 我記得有很多朋友都說 整個大嶼山為何不在想呢 你怎樣看 大嶼山 其實以前玫瑰園整個計劃 其實已經填了 原本的赤立具有一個很小的土地 已經變成整個機場了 聽說 好像就 令到本身的原居民 就是那些勞民事樹 就有點危險了 現在聽說好像都還可以 但你說其他可以再填的地方 可能就會需要一些很長的 即一些更大的配套 就是一些資源 可能真的要去到很遠 可能直到大嶼山的一個西南面 因為其實現在東南面 都是長洲那邊 近長洲那邊 之前在糞化路也有這麼多人反對 那方面其實現在都更大的爭議 所以我想將來可以想的 可能就是西南 你可能的發展 會不會你是指 譬如我們理解說 沿著鐵路上蓋的那些物業 他們就可以興建住宅 或者以至其他 即你說商業的元素 你始終發展一個地方 你也要交通配套 譬如像欣澳 一辣 你沿著機場快線上蓋的物業 他們就可以大興土木 而去將一些人流 而且那裡的空氣應該都比較不錯 大嶼山 好一點 也好過在市區 是 我今天才聽到居民說 荃灣好 但荃灣租層樓比人更貴 空氣又不是很理想 這件事我不知道 我不是很活躍在荃灣 但我看到很多香港市鎮 我問你說其實實在太頻密 密度太高 你現在也未能真正解決一些屏風效應 所以如果你再在一些密集的城市 密集的市區裏面 興建大量的樓房 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地方 譬如像將軍澳區為例 其實都有一些地 不是說沒有地 其實政府有時就好像 甚麼都是他所說 他說沒有地又是他 說有地的時候 他又拿來堆填 其實就很難 有時政府很難給人有個信服的 即是有個權威在 是的 即是金天的利打倒作天的利 其實你剛說 譬如將軍澳都有些地 我也想說 其實如果嚴格來說 我們有一塊很大的地 除了我們接著將軍澳南有八公頃的土地 是會在今年的歐地表 以至其他的土地發展 給無論是政府或相關機構用之外 我們還有一塊很大的土地 就叫137區 就在無線電視城對面 亦都可以說是將軍澳工業村的對面 你這塊土地有多大呢 有104公頃 簡單來說 如果你有100公頃的土地 即全香港 我想去到南生圍 這麼大才有 但當然大家都知道 南生圍 我們大家都希望能夠保護它 包括米埔這些地方都很值得 真的很多料類很漂亮 即是後料的真是一個落土 亦都帶來很多… 這些叫生態旅遊 很棒 這方面值得推動 但有很多發展商有侯著 早前我聽到環保組織就說 不如不要讓它有機可乘 不如叫政府替它換地 換地叫它離開 麻煩你 交一些環保好的生態的地方 濕地其實香港不多 即是只在香港東北那邊會有多一點 將軍澳也沒有濕地 那邊不是那類水 所以現在剛才說到換地 其實我們深刻都會覺得 在這個發展來說 如果你真的要再去 讓私人這樣去 因為事實上南生圍很大量 都是私人土地擁有 如果是的話 我寧願過來我們將軍澳一三七區 給你幾十公頃 但是給我們四五十公頃 給我們做主題公園 因為剛剛今天我看到一個電台 招聘全球招聘工夫演員 我早前我們有一個持續發展的工作方案 就是關於傳媒創意產業 我也有請我們RTV的總監 林毓華先生 他上我們的工作方去聊天 他也帶出一個方案 其實他們覺得傳媒創意產業 很值得引入一個 譬如功夫形式的一個主題公園 我想這個也很好的 如果引入到來 因為其實功夫是香港固有的電影類型 其實那類型 功夫的類型 其實在程度上 你可以說是從香港開始 功夫這個類型 當然有我們李小龍的龍哥 從六七十年代也有很多出名的導演 例如張徹 都是著名以武打劇 沒錯 那裡以來講的 全球出名的 不是世界級的 從那個時期到九十年代 二千年 成龍 說成龍 一直以武打 香港最出名的就是武打 連周星馳也說自己能打 是 足球的功夫 很厲害 聽過他好像是空手道有帶 是嗎 聽過我好像是 不是流的 真的可以 其實我都說 如果講土地發展方面 如果恰當使用 其實不是沒有地 但你說是不是真的每次要填海 我都有保留 至於你說 你說是因為有一些厭惡性的工作 而去遠離我們市區 而去做一些 譬如說 舉個例子 石鼓州 計劃 興建焚化爐這些 我覺得 如果是一個合理 而有足夠一些科研的資料 合理地提供清楚 即是不要修修補補 又修修埋賣 那類的 我們大家如果研究過 即是這個現代焚化爐 或是現代的一個處理方法之後 看看可不可以大家商量 其他之外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 你填海的價值去取土地 我覺得未必說 即是盡然是這樣的看法 另外 岩洞這方面你又怎樣看呢 其實整個概念 是抄了挪威的一些 例如這幅圖上 就是挪威的 挪威的 變體育館的一個例子 其實香港的 我自己在各方面採索 其實政府就說 都可以做一些事 開堂 但當然香港就不會搞體育館出來 其實香港只是想想 蓋一下土地 然後堆一下污泥 堆一下建築廢 所以就有比較多環保團體 就擔心可能會影響到生態 其實因為另外就是 因為其實很多其他外國的國家 都會有些保護海岸線的那些法例 香港就沒有 其實也有很多 即是有些環保的專家就想 尤其是現在可能引起了大家的討論 從而再提及 保護海港的海岸線 各方面的一些條例 是這樣的 我又想告訴你 其實我們香港 除了維港的保護海港條例之外 其實規劃處 規劃處其實是有CPA的 譬如當西局為例 我們真的有些叫做 價值保護區 當它鬆了海岸保護範圍 你就不可以申請 我覺得這件事 是計算土地發展的鬆齡 例如當時 那個叫甚麼 我們西貢大浪西灣 這宗大新聞 大浪西灣 老先生的發展 在一些綠花地帶 或者是一個交野公園裡的發展 那你那個鬆齡是一些不清晰 因為可能有些地帶 他們覺得 咦 未是時候有人發展 很荒蕪 但誰知道原來這個世界上 有直升機 是富豪 你甚麼都做得出 所以你有時要去面對這個權貴 那些人不容易跪下 是很難跪下 不過問題都有 還有很多人有骨氣 所以這方面 我覺得政府 或者地政署 以至城市規劃 在海岸保護 例如CPA Costal Protection Area 都值得再深化 變成如果不打算去有田海的地方 其實現在還未做 很多都還未做CPA 這件事我覺得 都要快馬加編 否則 你就會好像交野公園的情況一樣 又會舊時重演 你跟著又說 有時好像博猛 是的 所以我們在分區大綱圖裏 你必然要早點訂立一些海岸保護線 變成如果要想改變 你就去申請 你一樣可以去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 不過說起是這樣說 說起也要激氣 要申請兩句 城規會是打屁股的 我始終覺得 一 他們不嚴守 我們公眾一些合理的表達 以及城規會的委員 每個都是政府委任 我真是希望城規會的委員 真是有些骨氣 今次我覺得 都不要那麼容易 你聽都未聽別人說 你堆填區的擴建 現在我們第二次再討論 關於剛才說的137堆填區擴建的計劃 其實你聽都未聽 你們暫時抹開它放在一邊 從去年九月到現在 足足幾個月 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 八、九個月你都未邀請市民上去表達意見 我覺得這個做法真是不合理 如果你說你收集了意見之後 我們死 命都甘心 否則說抗就抗 這件事真是很難接受 但當然這陣子城規會最大面對是環評 是嗎 大家都坐艇 現在立即究竟那個條例 你有沒有聽清楚它出了甚麼問題 即環評的問題 那個問題我又不太清楚 但其實無論如何 你說沙中線也好其他 聽說廣州大橋沒有這個問題 他說不會收回 現在是上訴的 不是說廣州大橋 是廣深廣高鐵 廣深 沒有這個問題 但現在連我們的跨灣大橋 和藍鐵隧道 即將藍隧道 簡稱一樣是受這個環評影響 其實它好像是說 基線研究那裡沒有做足 這個我覺得 如果是之前有一些案例 你是有做的 這件事都很麻煩 我覺得爲何爭議的時候 你不早點去處理它呢 我覺得這件事也不應該賴一方 所以我們是很公道的 我說回一三七堆團區 如果成規會 就著上會或一些圖則 去公眾諮詢 你是應該做足你的法律程序 而且不應該偷偷摸摸地 博猛規劃 亂規劃 為甚麼呢 沒有理由去年十月的事 你不在今年五月 你拿回同一份圖出來 你不提 直接不提 你就說香港電台 蒙混過關 你完全下面的一三七區 你就掩義盜鈴 或者塗料政策 你不看 我覺得不合理的 你會引起公眾疑慮 覺得 接下來七月又有一個討論 七月是一個法定的時間 譬如你五月七日拿上來 五月三日拿上來 你接著你兩個月的諮詢期 你就當七月三日這樣算 七月三日你只可以討論香港電台 但你不能夠說 這個一三七堆團區擴建的一個問題 變了其實你很令到 過去過萬的居民對這個意見 或者地區的表達出了一個問題 所以承規會就著一些議案來說 我都希望他們這群委任進去的 有見地的 亦有很多是規劃師 職師 高官 其實你說承規會 環評的朋友都真的要說話 其實他們只是很小說的人 整個香港他們說了事 你可以這樣看 跟行會一樣 行會說我撥兩塊地 你其實都不用諮詢 我撥兩塊地 就是為了公眾利益 港鐵建的 我說資助他就資助了 其實很難想像 整個香港的諮詢價格很小 完全是那群人 說實在是 說實在是 如果你說 如果小撮人說實在是 就要說說港鐵 現在你說500億的問題 如果這個河文田山 不是 田山江道是否叫山谷道 田山谷道和黃竹坑這兩塊土地 哇 這兩塊土地 我這當然是厲害 只是說地價都要補近500億 500億即是可以買回 買得回 一半起碼 現在我們全港 港鐵政府是持有78% 還有20% 好像欠千多億 市有化 即是你想政府買回 為何不排除 其實應該是 那你的票價穩定 是的 你反正現在搞這麼多膠樽做甚麼 你膠樽每個月要補貼某一些 即是基層收入的朋友 他補貼600元 但你看小的中產 或者以至一些月光族 即是我們中產每個月要洗到清光 而他負擔不輕的情況下 他們亦都在交通上面 其實很多中產都在捱苦 香港交通費都是貴的 很貴 你相比現在好像說 你雖然說澳門我經常都很羨慕 雖然你說澳門 你喂 Christine你說甚麼 澳門只有50萬人口 好像將軍澳的人口那樣 但人家老人家是說三毫子乘搭車 但我們香港兩元 還要限制星期三出街 這個真是 幾位蒙齒 即是他不喜歡 他以商業元素 他還要說想鼓勵老人家多出街 他講的 他講的 所以如果現在情況看下 根本他 即是說叫社會企業 但其實我經常覺得都頗可憐 車廂是坐不完的 即是就算你的假日也好 其實車廂你還有很多站位 還有很多空間 那為甚麼 即是你不包容賣 其實又用得你多少能源 你反正車 有時我想你拉運一條數 即是隨便有聰 即是對於如果長者出街多了 他可能見到子女 子女又要搭多了你的車程 即是隨便有聰 可能 亦都等於另一個議案 我覺得譬如說 那些非經常性的收入 好像保地價為例 其實你是絕對可以用來補貼 做一個誘因 是補貼回我們一些月票通 即是全月通 月票 譬如像張溫浩線 例如我當你五百元來 張溫浩線走到中環 踏去港島線 或者荃灣線去到港島線 即官航線 你提供月票通 即是對居民來說 譬如一個月五百元都可以 都沒大幫助 是吧 我想大家都會有 其實對於整個社會 經濟價值會大大提升 是吧 即是大家的交通方面 如果不能節省時間 節省了 那你就真是集體運輸 真是創造到一個 真是值得用骨幹 即交通以港鐵做一個 集體運輸做一個骨幹 其實這些運輸處 一向都是口頭善 逢我們爭取一些中短途的巴士 他就說 一切以港鐵做骨幹 但很多地方到不到 中產又沒有車搭 所以這也是值得檢討 但我們說回 如果由於我們土地供應的問題 而引致到 其實現在行會又說 無緣無地 你又找兩塊 但問題反過來 在岩洞的土地裏 其實是否有另一件事的想法 剛才我想補充一件事 致遠找了一些資料 林鄭月娥去了挪威岩洞 就可以變成體育館 林鄭月娥去年率團到挪威 考察當地的岩洞設計 參觀當地由岩洞改建而成的食水處理廠 也挺厲害 其實在整個計劃上 其實想把沙田的污水處理廠搬到岩洞 但聽說很貴 但它騰空那塊28公斤的地 所帶來的收益是絕對比它 搬到整個污水處理廠 所以可以製造到有因 是 還有我知道你理解到 其實污水處理廠 某程度上 你必然帶來有些味道 少少 應該都 我想看你第幾級處理水 譬如如果你純是一個第一級收集 即掃一掃大型的垃圾 果果類的 好像我們將軍澳日昌城對面的污水處理廠 它的味道就沒有那麼嚴重 但如果你說去到岩洞州那些 哇 你跟對田區沒有分別 真厲害 但如果你說 污水處理廠在一個岩洞裏面 那頂得順就OK 即做事那些都很辛苦 當然 困獸鬥在一個洞穴裏面 處理廠棄和排污的問題 那些沼氣特別 即是沼氣出來 會釋放出來 會不會令到工作人員會有問題 這個都值得考慮 不過 但它會令到排放出來 即市區不會受污染 那你就變相密封的味道 這個都可以考慮 但又是多些 考察了之後 真是要 你找一些科技大學科研的朋友 再鑽研一下這個東西 但我覺得體育館其實 不是不好行 實際 你體育館其實也要隔陰 是 所以如果你用一個天然的岩洞 其實很行 可以 某程度上就可以 除非你說不要頂 可能頂也會用天然的岩洞 會不會是這樣 那一定是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省錢 是 省能源 因為你在地洞裏面 你的氣溫一定是 比較穩定 是的 比較穩定 又不會日曬雨淋 沒錯 這個就 簡直是一個 天然冷氣 是的 就是 什麼 小龍女來的 這些岩洞 反過來 我反而覺得 岩洞這個擴展 或者發展 其實我自己早前 也有些 剛才你說的玫瑰園計劃 其實就不單止在維港那邊 其實在將溫路也有一個計劃 曾經是說 由日出康城對面 亞公灣那邊 打穿地底去到 釣魚翁 去到清水灣 清水灣交易公園那邊 其實有可以放些什麼在這裡 很多元素 其實可以發展生態旅遊 裡面可以放紅酒 紅酒展銷的展覽館 你知道紅酒 世界 我們香港已經是 紅酒 超越了倫敦 超越了倫敦 紅酒港 其實也可以有一個展覽館 紅酒的展覽館 這是其一 第二 如果你有一個地洞 打通之後 也可以將 東九龍一些 主要的人流 可以帶動到 清水灣交易公園 在生態旅遊方面 也可以發展到 早前我建議政府 開發一條簡單的行山徑 由日出康城 即將溫澳的東面 即新界的東面 最東面走去交易公園 變成一個捷徑 對生態旅遊也有幫助 希望 其實岩洞也有很多考慮 不過 其實 我見到很多人潑我們冷水 包括有些走火通道 即岩洞如何處理人流疏散 這也是一個關注 打多幾個洞 打多幾個出流口 但整體整個概念上 技術上的問題 是可以改善到的 我相信應該都會 但我知道有些環保組織 亦都會關注周邊的綠化 或者其他生態的影響 但我覺得如果 即香港也有很多 很大的山聚 環境的事情 山聯、起伏 可否找到合適的山植 可以開發 然後做到岩洞 我覺得都值得研究 否則似乎 我們去到2030年 是否我們人口增長到時 都頗嚴重 預計多少人 即900萬 2030年 應該沒有900萬 未那麼多 是的 但是 你說是否即時有填海需要 我就有一件事的看法 即時應該沒有 現在的研究 說 台山 現在接收我們漂亮的泥頭 因為現在我們整個香港 漂亮的泥頭 石屎 沒有人肯收 也沒有地方 除了我們在張溫澳 在137現在還暫時做土木工程 拓展處一個儲料庫之外 沒有泥頭可以儲備 以及那些泥頭 現在就是混上台山 合約就好像到2013年 2013年 沒錯 現在的官員包括位置成 以至到副署長 凌家勤 規劃處副署長凌家勤 都說 是否是時候大家要快點 談 否則 台山不肯接收我們的泥頭 那就大問題了 通街 或者其他發展會緩慢 現在政府是這樣的 現在我們因為暫時不肯填海 變成你發展一個地盤 譬如我當舉個例子 門常開 門常開就沒得說了 即是我們政府的總部 其他新的發展地方 他們的計劃就是這樣的 你發展這個地盤 同一時間 你要有一個地盤是接住泥頭 譬如你掘花岩等 或者做地基 那些泥頭就不可以倒海 那你倒去哪裡 你要找另一個地盤 接住你的泥頭 到你建好了 你可能要回泥 即是你做完莊柱之後 你要回泥下去 就由那個地盤出去了 所以就差不多要對口 配合你才可以開工 所以在這樣的施工工程底下 你絕對是會拖慢 所以這方面 大家可能沒有留意到 一說不准填海 即是現在就出了這個問題出來 都很值得大家去想清楚 究竟我們是否一刀切不准填海 如果你說就這個問題方面 我覺得亦都引起了 其實將來長遠來計 我們的土地怎樣發展 會有一個很大的考慮 其實會否單單只是填海 還是可能在舊區方面 可以再花點工夫 因為其實這個 就是用回現在現有的土地 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 是 怎樣可以再發展 我同意你這個點 這個就是帶出一些舊區重建 以至或者舊樓的保育 那方面怎樣去做好些 我想 自願你也搜集了資料 曾經 陸議員也有提及過 即是十年前 也有 也不止十年前 1999年 十幾年前 即是他們也有些建議 如何去完善管理 可以減少建築物的措施 其實最重要就是 在建築物的一些材料上 去做一些工夫 其實最重要是 延長一些建築物的壽命 而不是說 可能 之前也說過 可能大陸的建築物平均年齡 都30年 聽到也覺得有點恐怖 即30年就拆掉它 你可以想像到有多少廢物在這裏 即是其實 真的沒有辦法 如果你真的30年就拆掉它 那你原有的那些廢物 你又要穩定去搬 然後你又再拿回一些新的建材去做 即是不見得很環保 這個必然 所以我也認同 即是怎樣去減少 即是大型的一些拆建 即是或者拆卸 那怎樣去保育我們現有 或者特別長久 即是我們怎樣可以令到 我們建築物的材料可以再長遠去發展 更好些 但我們工程界就會說 我們一般的建築物料 其實某程度上 香港為例 碩士 它的壽命平均是50年 當然比我們的祖國更好些 但是為何不可以好像歐美 或者英國 日本 你說限地一棟那些古物 即城堡 百幾二百年 其實它們花了很大量的一些物料去保護 就說倫敦為例 它們本身是一個城市設計 它們為了保護整個 英國的一些舊式建築物 它的外牆是不讓你拆的 但你怎樣能夠 你見到它呢 雖然舊 但它是漂亮的 它們是有一種特別的藥水 是要你的外牆磚怎樣慢慢洗 如果你被拆了 或是倒閉 你是被人控告的 起訴的 仍然要上法庭 所以你說 它對於整體的外觀 總之可以貫徹到 當然你真的 政府在執法和條例方面 真的要做很多功夫 但是你也要配合你政府本身 你對於知識和教育方面 整個保育的決心 對 有沒有心想去做 對的 我同意 所以這件事 另一方面就是怎樣能夠 除了你說保護一些過百年歷史的物業之外 譬如現時我們一些商住 其實那個建築物料 政府是不幫忙大家一起去支持一些科研 去令到真是引入到一些環保元素 去令到大廈能夠更有效地 譬如無論在節能效益方面 以至外牆的壽命更加可以延長 對 這方面都很值得推動 因為特別 我本身自己也是很關注環保的議題 現在很多建築材料 譬如無論是節能方面 隔熱方面 整個安裝系統 或者一些環保的空間 譬如我們最近都說 林鄭剛剛說落實了 有一個Green Building Council 這是綠色建築的議會裏面 如何容許將來我們的職師 建築師可以在規劃上 預留一些空間 讓市民可以將一些物品回收 或者在大廈的設計裏面 譬如四合院 坐北向南 這個很重要 你如何遷就坐北向南 冬暖夏涼 有自然的 有些山風吹進來 你開少許多冷氣 真的差很多 就算你減少屏風 或者譬如海風 你真是階梯式去移建 你真是 你不能說前面的哥哥仔 你擋住我 你永世吹不到風 所以這些方向 不是由政府去帶動 根本整個社會就亂農 其實反而我覺得是 你說你說 坐向或整個設計上 其實反而近十多二十年 是一個很大的倒退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看回 舊時早三十年前的公屋 其實反而透風幾好 當然 規劃也好 沒錯 本身建築上是花心思去做 但現在就 而且你要就地取材 你要看到地形 其實為什麼 你成規 你不是說 當一封白紙去看規劃 而是 你必然是有天然的地勢 譬如你現在你說 舉個例我們這些環保智能的東西 譬如你說風力 風力發電 喂 難道你建一些風力的風扇 是不動的 好像中電一樣 你只是發一下發一下 做個樣子 你一定 譬如你說得比較難聽 好像日出康城 大風到無論 你一定要在這些元素下 你才可以 所以總括來說 怎樣可以善用土地發展 其實在城市規劃 以至我們一些主業的團體 大家出謀獻策 怎樣去做好它 都是很重要的 今天多謝致遠 時間差不多了 我亦都很感謝讚哥和惠蘭 他們農議社在這裡 將我們的訊息 帶給我們這麼多位網友 希望大家 接下來 就著我們香港土地發展的規劃 多些給予意見 大家齊齊建立一個更好的璽區 多謝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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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